朋友们这个牛排骨炖好之后真的是满屋子飘香 朋友们这样炖好的牛排骨非常的鲜香软烂 你看这肉质非常的Q弹 这骨头轻松脱骨 味道非常的香 朋友们这条上好的牛肋条 你看人家切的是骨头断开 肉是连着的 我们把它切一下 接着准备一盆水 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搅拌均匀 放入洗净切好的牛肋条 浸泡一个小时泡出血水 一个小时后已经泡出了非常多的血水 把血水沥掉 多用清水再清洗几次 这个排骨就很干净了 接着我们来给牛排骨焯水 洗净的牛排骨冷水下锅 开中火 加一大块拍扁的姜 加两个葱道 一勺料酒去腥增香 焯水五分钟之后 给去浮沫 焯好水的牛排 用热水洗去表面的血渍 洗净后沥水备用 接着我们来切点大葱 小洋葱 对半切开 接着我们来准备一些香料 桃果两个八角 一小把小茴香 三片香叶 一块桂皮 一小把花椒 干辣椒和新鲜辣椒 冰糖适量 接着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块南乳 以及南乳汁 猪口酱一勺 黄豆酱一大勺 花生酱一大勺 再加一勺蚝油 最后再加两勺辣味黄豆酱 搅拌至酱料全部化开 放到一盘备用 接着我们开始烹饪 拖热之后 拌入适量水油油 油热后下入大料 泡香 料头炒香之后加入卤料和冰糖 料头炒香之后加入调好的酱料 炒出酱香味 炒出酱香味后加入牛排 翻炒均匀 翻匀后加入开水 透过牛排 这个汤可以多加一点点 当时用来煮面也非常的好吃 再加入料酒一勺 生抽一勺 老抽一小勺 煮开后调成小火 后盖入煮90分钟 朋友们这个牛排骨 冻好之后真的是满屋子飘香 朋友们这样做好的牛排骨 非常的鲜香软烂 你看这肉质 非常的Q弹 这骨头 轻松脱骨 味道非常的香 喜欢的话你也试试吧 这个汤留着煮面 真的是绝了 肉质软烂 轻松脱骨 又香又好吃 带点微辣的口感 非常的香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感谢你的支持 我是阿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